我们开始在关心政治焦点了 就在蓝白两大阵营进行政党协商之后 美丽岛电子报也公布了最新民调 掌握一下民意的变化 三强鼎立的模式之下 民意党赖清德支持度是36.6% 依旧是位居第一名 但第二位已经换成了国民党的侯友宜 有两成五的支持度 至于民众党的柯文哲 则是19.5%暴跌垫底 对于这样的现象专家分析 柯文哲之所以民调下滑 是这段时间操作过头了 也让过去支持他的三大类选民大批流失 选择之友会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开心秀歌喉 不过现在可能笑不出来了 因为最新的总统大选民调中 支持度明显下滑 10月的大选民调 柯文哲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一度来到关键交叉 两人相差不到1% 11月最新数据 侯友宜支持度23.2% 明显上升 柯文哲不升反降 只剩下15.6% 两人差距拉开到7个百分点 其实可能有些事情说到没有做到这样 目前有看到他一些前后言行可能有一点不一致的一些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他的支持者会有一种表里不一吗 或者是就是感觉换了位置就整个思考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年轻学生会这么说因为柯文哲在10月31号白天才强调合作必须公开公平 如果诉诸密室政治民众都不会接受 当天深夜却马上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比门会谈 公开透明的神主拍被自己搞砸 进行了一个密室的协商 后来被媒体拍到 这个也变成说他跟他过去的人设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11月的民调照差分析可以发现明显下降的力别 年龄层20至29岁很明显下降多达7.4% 30到39岁跌幅更明显到8.2% 用区域来看双北都会区分别大跌9.8%和4.5% 而自认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族群 挺科支持度也降了约4% 对过去柯文哲因为他的言行 他的大家觉得很直白 所以很多年轻人喜欢他 但是这次调这么多 我觉得台湾民特别是年轻人 也是非常担心 就是说柯文哲如果是找这位徐春莹来当论这个部分区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学者分析年轻人都会选民中间 选民会开始不支持柯文哲 和民众党要提名徐春莹关联性高 柯文哲想跟侯友宜来一个全民调对决 还得先想办法找回最近流失的支持度 记者我全军姚家定台北赛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